山寨探望十六 法拉里變成豐田 4-4 2015年 巴拿馬莫薩克 馮塞卡律師事務所 一批機密文件 由匿名者 供給藍德爾致報 包含果果律師事務所 由1970年代開始 所列有關 214000家離岸金融公司 詳細資料一共1150萬筆 揭露各國政治人物 權貴財物 刻意隱瞞 未經報工的海外資產 暴放文件和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分享 記者同盟共用全世界 12個國家和地區 116個媒體組織 用一年時間 整理這些文件 2016年4月3日公布初步結果 完整清單在5月初透過專門網站公布 稱為巴拿馬文件 巴拿馬文件證明 艾爾藤背後東主是連卓鋒 成為楊嘉誠洗黑錢確託證據 2016年7月11日 中審法院5個法官 一次駁回楊嘉誠上訴 判詞就說 控方不需要證明 楊嘉誠處理黑錢 涉及的是什麼罪行 控方只需要證明 楊嘉誠明知 或有合理理由相信 處理黑錢 就可以入罪了 楊嘉誠隨即 經充氣通道 由籌車壓走 犯犯監獄服刑 控方申請 充公案內超過7億2千萬港元 楊嘉誠提出各自申請被拒絕 2014年到2016年 楊嘉誠的細仔被飛鋒襲擊 案件以法之後 飛鋒被捕 2017年7月7日 飛鋒羅謝爾 利用在2014年11月底 到2016年4月16日期間 分明在香港灣仔會景角 半山百家道住宅廚房 架落薩醫院 10度襲擊楊嘉誠的細仔 飛鋒承認五項普通襲擊罪 包括掌刮男童 用梳打男童的右手 用手指彈男童嘴唇令到他大叫 用手彈男童鼻 男童不止大叫 還流血 控方陳述案情那陣說 男童母親王萬麗 一時在深圳經商 周末師回家 期間托任的保險經紀女友人 代為探訪 2016年年初 黃萬麗發現兒子身上有不同的傷勢 向兒子查明一陣 被獲回應 2016年5月27日 黃萬麗發現兒子耳朵有瘀傷 結發飛鋒襲擊男童 決定報警 財務官前禮 將飛鋒還納到這月21日 以後背景報告才判刑 2017年7月21日 33歲飛鋒在東區發展判刑 辯方求情那陣說 黃萬麗經常都不在家裡 飛鋒負責照顧男童 男童很頑皮 他們都不懂得跟男童相處 用自己的方法解決 他已經明白不應該打小孩了 財務官前禮說 案情嚴重 飛鋒違反僱主信任 襲擊男童導致流鼻血 下一個飛鋒已經被收藏近一年 判處每行控罪監禁兩個半月 同期執行 2018年12月10日 楊嘉誠洗錢案 控辯雙方在區域法院達成協議 辯方大律師就充公金額 和控方達成協議 充公金額減為3億3千8百萬 法官下令有一年之內矯架 如果不能下期之內矯架 需要以十年監禁契代 百明漢難求控股 37歲日會計部主管高家威 被刊於2013年12月 無公司執行董事楊嘉誠等人簽署 學出75張支票 規向公款超過3千7百萬 2018年12月14日 高家威繼續就一項盜涉罪受審 辯方說 事有行政總裁的彭比德一直都知道 楊嘉誠透過高家威在公司拿錢 彭比德反駁 楊嘉誠資產被凍結之後 生物品德就好似 法拉里變成豐田 如果知道這件事 一定去報警 拘捕高家威 12月18日 代表高家威的律師回問楊嘉誠 楊嘉誠說 從未簽署過 事項75張支票 後來承認 離了一到兩張支票是由他簽署 辯方展示一張200萬空頭支票 楊嘉誠承認支票是由他簽署 但忘記為何要簽這張支票 強調雖然有簽署空頭支票 但不是經常發生的 電方說 楊嘉誠一張挪用公司資金 據為紀用 指示高家威開出支票 本項都用在楊嘉誠身上 楊嘉誠指示高家威 對現支票之後 再交給楊嘉誠指示的人 或者用支票買手錶 楊嘉誠不同意 說曾經聽警方說 高家威用案內的錢 去澳門賭錢 舒青江 電方又說 楊嘉誠指示高家威 用支票對付到的錢 去馬會下注 楊嘉誠知道投注的款項 經過派彩之後 有八成最終回到楊嘉誠手入面 款項去開不會被追蹤到 楊嘉誠入獄之前 已經無數次用過這種伎倆 向高家威解釋 所有項目都用來做公司開支 公司 木牌 娛樂費用 楊嘉誠回應說 對賭光和賭馬都不熟悉 從來沒有在馬會投注 亦沒有投注戶口 和高家威接觸很少 一天都說不到幾句話 沒有高家威的電話號碼 辯方說 楊嘉誠不在意求會是否賺錢 或公司想開支項目是否有成果 百明漢設立目的是欺騙投資者 通過發行可換債券獲利 楊嘉誠解釋 百明漢本來有很遠大計劃 最終相關項目是否能成事 不是一個人能做到 他如果要欺騙投資者 又怎會借近2億給百明漢呢 2019年1月2日 紅方指出 報價為2014年10月辭職 公司董事和行政助理 2個月後在銀行查帳 發現存款只剩下170萬 銀行告訴他們公司曾經簽罰多張支票 這支票上的簽名 都和副主席馬瑞昌和楊嘉誠相似 馬瑞昌知道後報警 2015年1月 公司助理已有公司的事 約談高嘉威 高嘉威到場後遭到拘捕 陪審聯退程商業3個小時 一致裁定報竊罪名成立 檢方喉成時透露 高嘉威在澳洲讀完大學 返香港後做會計 這案雖是屬於違反誠訊 但不是同類中最嚴重的 2010年高嘉威涉及9項口竊罪 判社會服務令160小時 所以賠償超過9萬元 法官陪審那一致斥高嘉威可恥 在楊嘉誠洗簽罪名成立後 事案公司的明星已受到損害 高嘉威偷殺人為 沒有公司雪上加傷 高嘉威利用職權犯案 將涉款當作自己的錢 無賭購買明標 輸了錢後 明標也起不回 現在未能賠償 這案是同類中最嚴重的 判以最高刑罰10年監禁 向高嘉威頒下刑事破產令 2019年1月26日 楊嘉誠刑滿出獄 2021年4月21日 今後7點多 山頂8加道31號B屋被人淋紅油 多張社會還錢大字報散落在地上 警方到場回看病怒電視錄影片段 只要大約2個小時前 有一部私家車來到 一個男人在私家車下車 向大宅車輛出入口腸壁 橫紅色漆油 將多張社會還錢大字報散落在地上 之後上車逃走 2021年5月24日 中國能源開發控股入品高等法院 說整部母公司命夠如期還款 向楊嘉誠追討 年本帶利超過1億7千萬欠款 2020年10月8日 晚上6點多 楊嘉誠和黃培混合不知名人士 去銅鑼灣柏林酒店地下餐廳吃飯 一股被投資問題發生爭執 黃昏培用玻璃杯襲擊楊嘉誠 兩個男子亦向楊嘉誠出拳 楊嘉誠頭部擦傷 紅腫觸痛 送到醫院治理 黃培混和不知名人士 施集後離開 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隊跟蹤 透過悲露電視片段 找到黃培混 2022年1月5日 55歲的商人黃培混 在法庭承認襲擊至造成身體傷害罪 獲准2千元自簽保守行為12個月 期間不可干犯暴力 或威脅使用暴力罪行 1月31日 晚上7點多 六至特的男人 報仿百家道獨立屋 一日金錢問題和楊嘉誠爭執 雙方無法治達成共識 一班人堅持不肯離開 楊嘉誠報警處理 警方接報道上調解後 雙方願意和解 案件列作糾紛處理 2023年6月 山頂百家道三十一號 B號屋 以大約4億1千萬放售 赤價12萬8千元 2021年3月 恆大旗下房產和汽車交易平台 房車寶 引入17個投資者 一共出資 163億5千萬港元 房車寶戰略投資工具寫明 入股後一年內 房車寶不能上市的話 恆大以1.15倍本金贖回 年卓超29歲的兒子 蓮浩文 是香港特首選委 旗下街城環球和海上國際 一共出資15億港元 持有房車寶0.918%股權 2022年6月27日 年號民向香港法院申請恆大清盤 高等法院排期8月3日審理 街城環球提加恆大清盤案 經多次延期 2024年1月29日 高等法院認為恆大嚴重資不抵債 無力償還債務 從早失敗 單報對恆大集團清盤令 恆大納美達達162萬套 涉及600萬個業主 恆大清盤案 導致內地和香港樓價大跌 2021年11月19日 嚴正公署立案起訴 亞洲資源控股 大股東尖培中 兒子尖劍倫 報稱雙人馬忠紅 和馬忠紅處理財產王培麗 控制他們在配售可換股票據 以增加上市公司股票 隱瞞秘密買殼協議 串謀詐騙聯交所 管上市公司和他的董事會和股東 以及處理犯罪得益4200萬 馬忠紅獲公園批准 以現今年人時擔保 一共715萬港元保釋 2022年10月25日 馬忠紅沒有出庭 被法庭頒下拘捕令 詹培中、詹劍倫、黃培麗 表示不認罪 排期在2024年5月2日開審